有27颗规模5以上的地震 镇央区可能还在做硬力调整 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说 未来有没有还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 会不会发生这样的几率 7号晚上6点01分 刚下班晚餐时间又震了 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5.4地震 最大震度花连泰鲁阁 宜兰 南澳都来到四级 从这起地震发生之后呢 直到深夜凌晨都陆陆续续的有发生雨震 短短14个小时内呢 就有10起规模4以上的地震 全台晃不停 0403大地震后 截至8号早上10点已经超过700起雨震 更有100多起显著有感 而且不排除还有雨震 花连地区的降雨来讲的话呢 是比较偏向是云多 那偶尔可能像是下半天晚上这一段呢 雨可能又会慢慢慢慢地出现 那在山区的时候 云可能就比较接近地面 所以在直升机搜救的这段期间呢 可能通过要注意一下这里能见度状况 8号 9号花连山区仍有降雨 更要小心雾气浓 恐怕影响搜救进度 不管有没有下雨 最近因为地震是比较频繁 只要有一点点这样累积起来呢 其实山区都是有崩塌 跟落石土石流这样子的危险 所以非必要 最近真的都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通通都还是非常危险的时候 一点点雨都可能造成影响 雨震频频 尤其降雨后土石容易松动 也让花莲搜救行动困难重重 欢迎新闻张响与黄轩轩 在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